有很久沒有跟大家見面的 盧海鵬, 戚美珍, 賈斯洛 對了, 盧海鵬師妹 正在直播 我知, 何必這麼害怕 現在我們代表蝦仔爹地上來 是… 那當然是, 最初蝦仔爹地說一句話 那也是 盧海鵬師妹 大家都要吃雞 好… 說了這麼久, 你們都做了這麼久 知道你們也要說一句話 也有的, 老爺 有空來多點我門, 白飯多裝兩碗 我也剛剛想了一句 今晚我去頒獎 全場比我好大的首掌 快給你首掌嗎? 給你首掌 鼓掌 鼓掌 你知道嗎?每次我們做一些鴨韻的事 我就一定會想起蝦仔爹地了 是… 真的, 做了很久 當然, 說起鴨韻 我們在蝦仔爹地做了十幾年 但其實, TVB這個電視台已經有五十多年歷史了 是的 所以這次一叫我們三個, 馬上就回來了 是不是? 是的… 誰叫你回來了? 就是TVB的總經理 是呀 吳宇大哥 吳宇跳了吵 陳志雲 他去了拍新發廣告 吳宇 那…到底是誰的? 高層 高層? 曾志偉 袁志偉 曾志偉 曾志偉, 你知道嗎? 好 我們宣佈了, 好嗎? 好 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2023年, 最佳男主持 周易偉 恭喜… 周易偉, 主持周遊系列 獲觀眾大贊 今年年初 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獨當一面 開場十分鐘的獨舞 自智鏗槍, 贏盡掌聲 主持功架十足 今年最佳男主持, 十至名歸 謝謝鵬哥 好… 謝謝鵬哥 謝謝鵬哥 我兩年前跟你一起頒獎 多謝TVB 好緊張, 緊張我去年 多謝所有投票給我的觀眾 多謝很多由我從小看到我大的觀眾 多謝你們 首先, 我很想多謝 總經理曾志偉先生 很多謝你在我很迷惘的時間 你給了很多鼓勵我 我很多謝你去年 給了一個令到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看到我 有一次展現自己機會的舞台 還有, 多謝你相信我 多謝你… 其實我知道我有很多缺點 但我知道你要包容我 多謝志偉哥 多謝駱小姐 多謝藝圓部的同事們 多謝何先生 多謝我爹地、媽咪 媽咪、媽咪, 我獲獎了 多謝家人 多謝去年所有跟我合作過的監製們 編審們、導演 所有台前網位的同事 特別好想多謝去年頒獎禮的團隊們 多謝周遊的團隊 多謝監製Michael 多謝編審Stephanie 多謝兄仔 多謝阿聰 最後, 最後, 我想多謝娛樂新聞台 我入行第一份工作做娛樂新聞台 當時我做一個小孩子 我甚麼都不懂 做了18年 今年是第18年 我終於都可以拿到這個大個兒子 給你成人身份證 給娛樂新聞台 多謝監製Michael 多謝阿清 多謝Daniel 多謝阿堯 多謝Edmond 多謝阿瑩 多謝我的所有戰友 最後, 我很想說一句 我第一次入行去做康城影展的時候 穿著一套踢死套, 站上紅地毯 之後有很多人說 為甚麼找一個企我去採訪紅地毯 這麼多年來 我聽過很多次說周遊慧是一個 沒有身形、沒有外形、沒有台形的人 我今天只有一次 我想人生有一次機會 可以拿著這個獎子說這一句 我想和可能在看電視很多 都曾經被懷疑過的人 去說一句 不要讓別人對你的想像 限制你自己對自己的想像 我會繼續想像, 繼續成長 多謝各位 好, 接著我們要頒頒最佳女主持人 好, 誰呢? 麥美恩主持, 麥美恩 恭喜 麥美恩主持公家早已備受肯定 無論是俠家歡的遊戲節目 還是各大慈善秀 甚至TV的年度盛世 只要有她的聲助震 都會令到節目生息不少 恭喜你, 最佳女主持 麥美恩 好, 慢慢說 好, 真是哭 我要紙巾 因為我上次哭得很不衛生 人們應該在這一刻 正在叮嚇我媽媽 因為會吵醒她 對不起 謝謝公司讓我很認真地說 我想說的話 因為大家經常看到我嬉皮笑臉 我真是… TVB籌大、TVB養大 這個獎是一個個人獎 但後面很多人在推動這件事 我也是很少數的藝人 可以跟很多部門的人合作 我要多謝Variety 我要多謝E-News 我要多謝Enrichment 多謝Drama 多謝八樓的同事 多謝一廠的兄弟姊妹 多謝觀眾 多謝巴達斯達 莫美欣不可以站在這裡 是因為我一個人的能力 是很多人在後面 令到這件事發生 也有人說TVB是一個木人巷 我覺得是一個夢工場 因為做夢 你也想不到一個燭燭妹 可以用十二年的時間 可以成為大家認可的 用全中文的大蘇絲儀 公司也很大膽、有勇氣 被這個燭燭妹做了客人 拍了三年古裝劇 這間公司後面有很多人在幫我 這間公司也有很多高層 但傳統上我要多謝曾先生 多謝珍姐 多謝樂小姐 是…是要說的 這個獎… 很多人覺得是表揚我過去一年的努力 但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接盼的儀式 因為這一年的壓力和責任 是大了 珍先生 我希望我用最短的時間 將這個獎 可以交棒給新一代的金牌女詩儀 希望大家幫幫忙 因為女詩儀是要有很多人一起 去合作、去互相扶持 大家才有好節目 因為得益的一定是觀眾 多謝大家 神經病,謝謝 們 nast愚蠅 神結果 頂 hero corn 悠乳 傷 轉 轉 轉 wurden 有